这个地铁一号线新庄站 是大家的这个非常熟悉的重要的节点书鸟 它不仅是一号线的起点 同时也是五号线的终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上下车的人特别的多 而这个地方本身新庄住的人有特别的多 所以这个新庄站的改造工程一直牵动很多人的心 10月29号下午15点起 新庄地铁站将启用新建南出入口 正式运行将从10月30号开始实施 你看这就很快了 同时原老天桥的路口将封闭 新入口的通道宽到10米 长约50米 有两步的自动扶梯和上下楼梯 还增设了一台残疾人斜挂平台 路程上缩短了200到300米 乘客换乘将会更为的方便 那具体的图呢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 这个新通道比原先的L型长廊来讲 是更方便了 尤其是通往地铁站和南广场公交枢纽 算是一条捷径 这条新路口呢 将会看上去也是档次比较高 毕竟老的临时路口用了那么多年了 我觉得这个不知道这个能算是多少年 反正年头是蛮广的 但是它有几个节点了 然后它是2019年北广场通道改建后的又一次出入口的调整 你看看这个调整是多少 在2023年底呢 将会有两条通道正式启用 这也充分说明这个新庄地铁上盖的这个楼啊 这个建设速度实在是太慢 当然人家这个建设呢 是非常的严谨 毕竟在铁路和地铁线上盖楼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我们近这几天就可以享受到快捷通道的利益了